喂~~ 歡迎來到世界盃大派對 來吧,華德大派對 終於為了五個人 爆了鵬了,是不是? 今集有我洛仔 有Patrick 有Danny 有謝賢 還有Garry 這個很新鮮的拍檔 沒試過這樣出現 為什麼有這麼新鮮的拍檔出現呢? 正因為來到最新鮮的十六強 終於完了這個分組賽的賽事 那麼十六強我們先說一下 剛剛第一輪打的兩場十六強賽事 分別就是這個 法國對著阿根廷 以及烏拉圭對著葡萄牙 可以先說一下 第一場法國對阿根廷 有什麼看法呢? 法國對阿根廷 這場賽果就是4比3 但我相信大家可能看的上半場 都會覺得 有一個人是真的非常之厲害 那個就是麥巴比 他的速度是完全制霸了 問題是否 他厲害成這樣 是不是阿根廷的後防 令到他好像速度厲害得那麼交關呢? 你預了眼鏡後懷爛了 問題是 麥巴比這個球員 他踢童靈賽 即是小朋友的小目的賽事 通常國家都看到 技術非常一流的 他去到踢職業賽 就是前季 現在叫前季 勇冠貝 不斷不做一波 加上他展現出 他的這個年齡 已經擁有的大局觀 以及做決定的能力 19歲 是的 對於這場比較多人體的場合 他展現出的速度 就是因為這一範圍 很多人將他跟那個蘭拿道 連起來一起說 大西大衣 沒錯 彭鎔以之後的討論 但是什麼問題 他的確在這個多人體的場合 眼前一亮到這個地步 沒有辦法 一定是被捧為今界 世界會的頭號相升 我自己也覺得 迪金斯的戰術都挺成功的 以一隊那麼人才背出的法國來說 主動去放棄控球 其實這個決定 不是那麼容易落的 亦都是落得很正確 以及很對準了 就是法國的陣容裡面的強弱問題 我們看看他的陣容擺出來 一個4-3-3 左手邊的馬杜迪 與右手邊的麥巴比 比較起來的話 我想應該沒有人會否認 馬杜迪那邊其實都是 用來壓著那條左線 總之不要輸 不要說被人爆死就可以了 可能一個左邊版的box to box球員 或者我們看看馬杜迪的profile 以前他也會打中間的box to box 所以整個情況看起來 他跟中間的所謂公中位 或者偽九號位的基沙文 其實都經常做一個interchange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放棄控球的打法 也托賴於阿根廷出色的表現 大家明白我講什麼叫出色嗎 剛剛正言說阿根廷出色的表現 其實這一場球 譬如樂仔或者Patrick 這一場球一開始的陣容 是美斯打假狗 然後拍方正選右翼 這個陣容的用意是什麼 我想樂仔可能會有很多意見 首先我覺得 將美斯放在正戰頭的位置 首先顯得出的就是 跟之前三場分高賽不同 他們需要必然在九十分鐘裡面 解決對手 拿到三分才能夠晉級 但是來到淘汰賽 我九十分鐘贏不了你是沒問題的 正如昨晚兩場給我證明給大家看 在我去到十二馬的階段 再決定勝負 再決定哪一個是晉級的一隊 所以他本來打算收回一個前鋒 我就打多一點點中場球員 反而手勢多一點點 中場控球力加強一點點 讓美斯打後一點點 但是我想最大的問題 其實整個 就是阿根廷 我覺得可以多說一些阿根廷 因為之後不會再有機會說到的 你明白嗎 為什麼我們多說阿根廷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發過之後還會再提到他 阿根廷完了 所以我可以多說一些 說一下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成績 或者算是一個很失敗的一個 我自己覺得最主要的問題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就是後防本身的一些參差問題 有些球員過腦 也有些質素不夠 大家完全全看得到這件事 其次中場方面也是欠缺創造力 很多人會稱讚班尼加打得非常之好 如何如何 我自己個人不是說這位球員不好 或者說他不夠級數之類 不錯球員來的 但是只是去到不錯 就是他去到怎麼樣都只不過是一個可以擔負到 分擔得到進攻責任 派得到牌的中場球員 但是要他掌管整條中場線 成為唯一一個創造力的球員的話 是吃力的 所以要多是過癮的 是的 雖然 比如好像對著尼尼亞那場球 他放了一些漂亮的球等等 只是看精華他的表現是真的十分的 但是看回整場球 其實在中間的斷籃亦都非常之多 不是說他級數不夠 而是旁邊球員給他供應 亦都不是很足夠 令到他唯有強硬上腳 去做過多個人的發揮 但是不是怪他的 只不過是 這個配套上面其實都是難為尿家嫂 即是你說佩利斯加馬斯查倫奴 回答他呢 其實我是有些 丟頭的 首先剛剛樂仔就說 阿美斯自己擺在自己的所謂的 9號位或正前鋒的位置 我不管是甚麼 首先這場球來說 我想大家沒有人不同意 一件事就是 經過三場的分組賽之後 美斯自己的角色 除了是一個落場的球員之外 他都當自己是教練 他自己承認是捉了別人去開會 在更衣室通道 他都自己捉著球員 立即去面授基兒 我覺得你 不但拿了自己作為隊長的角色 也拿了教練的角色來做的話 你就必須要付出這個全責 我不相信這三個球員 擺在中場中的位置 你是不知情的 即是不關你的事 一定關你的事 你自己 把阿古勞擺在後備席 一定已經關你的事 迪巴拿 這麼多場的世界盃 踢了22分鐘 我想 或多或少 你也有畫他 撞你位 你才推他在後備席 我想唯一 心派奧利 傻居居的位置 我想 頂多你不是說 美莎 柏和 這些你不應該擺出來 但中間的配套 這麼公兵 這麼保守 我想美莎 你是責無旁貸 我的自己的看法 是呀 Patrick 也可以說 其實安蘇佩雷斯 在這三個中場 其實他的角色有點尷尬 即是呢 我看的時候 我和我朋友看的時候 我還說 一開始 又是安蘇佩雷斯 這個真是年紀大的契仔 除非是 大契仔 即是你蘭仙尼傷出之後 你有很多球員被你去挑 以及蘭仙尼偏向進攻型的球員 你正常地想 你會找回進攻型一點點 我不知道是全攻的 柏仁道理也好 柏仁道理 或者羅馬的帕洛迪 那類型的球員 但伊卡迪那些 因為正前風 可能就未必是上中場 拉姆劉 會不會也可以考慮 那些 安蘇佩雷斯 就是一個 一向都是工兵型球員 已經年紀又大 已經遠離了主流足球 歐洲主球足球要回到阿甲 好了,那你找了他回來 然後第二場被他踢正選 就是不知道踢了什麼出來的 有些過氣 然後這一場我還看到 他還跟我的朋友說 嘩,不是,我還叫安蘇佩尼茨 多他下半場 落後被人換走他之後 我的朋友立刻 好像釘了石頭 我明白為什麼要放他出來 放著 要不然那個馬斯柴露已經死了很久了 已經斷了很久了 是啊,馬斯柴露上半場的時候 那個在中場防守 都叫做追到一兩下 但是當下半場的時候 就真的完全比法國的中場 還有,我有點同意你所說班尼加的位置 班尼加的級數不是很頂級的 但是你看看 他在這裏阿甲廷的作用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知道這裏阿甲廷是多麼不堪的 而且輸了一球球 正因為班尼加控掉了一球 給法國有機會打一個反擊 就是巴比的 加上落後 我也在群組裡說過 由曼聯到現在是有鞭石帶那個老闆上班的 就是 對,那麥仔對馬斯柴露的位置 我反而,馬斯柴露那裏 我自己覺得真的 感覺上整場 就是整個介紹一杯 有些老太龍喜歡的感覺 你說路數方面是不錯 但是你說中場他拿著球 你會有些少許為他擔心的 但是 我也回應正人所說 很多關於中場配套等的東西 我不會過分把那個站放在美斯身上 我也不會把那個站放在森帕奧利身上 當然森帕奧利有些位置值得斟酌的 例如死用柏方 死用美沙這些 是大家都會覺得有問題的地方 這些是一定的 但是你說中場那裏 坦白地說 就算讓你選擇柏斯道理 讓你出賣迫利亞 甚至讓你出賣迫利亞 我覺得分別亦不會很大 因為始終本身 阿根廷現在的問題就是硬件的問題 美斯 迫利亞也好 譬如有出的迫馬利亞也好 希古恩也好 阿古路也好 的確是各自都很有能力的進攻球員 但是這麼久以來 他們沒有什麼默契給大家看得到 其次除了進攻之外 中後場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投資龍門的位置 成為一個很大的爭取點 所以 我覺得 能夠到現在去到16強 打到4比3都不算太可惜 我覺得已經超限完成 在我心目中 其實諾仔說兩件都很對 其實 阿根廷在去到16強這場對法國比賽 其實我不肯定大家是否覺得 其實是比之前的三場分組賽 是否有些改善呢 場面出來 其實是否都已經沒有之前 比黑羅地亞炒三蛋那麼肉酸呢 我自己所認為的改善就是 就是說如果你當自己是沒有人腳的變更的可能的話 這些是改善 因為你同一套陣容 不同的賽果 這些叫做同一套陣容的改善 但問題是 我仍然懷疑是否那些人是不能放出來 或者美斯你本人 你應該將自己當成一個什麼東西的球員呢 我自己認為就是 美斯你打到這個年紀 你不輕易再看到自己千里走單棋的了 我不認為要放棄他 我亦都不認為一個這麼好的球員要放在後備席上 但我認為你應該要破格一點 就是既然你這麼喜歡好球 或者你也不介意比賽 去做一些比較散步的角色 或者是引多些球員去記錄你 然後去騰出空位給其他球員去走 應該一個大計劃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打一個 例如卡蘇娜式的足球 就是你比賽到中圈後面的位置 如果去打入校 我覺得大部份人看到 就是看不到你千里走單棋的藝術性的浪費 但是供應性上不浪費 你一個人捉三四個人過來 讓其他人走 這些怎麼會叫浪費 一定不是叫浪費 但是問題是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不捨得自己這樣做 你放不下身段這樣做 其實美斯很難像卡蘇娜那樣 由一個攻中變成道後攻中 一來他越接近投門 他的危險性仍然存在 二來其實他在國家隊 總是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他在高位用波的時間較多 那他是不一樣的 沒辦法的問題 譬如他在今天的細節波很特別 他一直的計劃就是有一個增加在前面 他第一場已經全盤失敗了 第二場即正 我不肯定是他這樣的用意 還是深刻力的用意 蓄而不耗波 結果就輸和金了 是 好了 卓你寫得很出善 到淘汰賽階段 你夠膽有 爭狗變成玩家狗 問題是你自己的求權 和你所走的位置 你的活動的範圍 有少許奇怪 有少許限制 他想像窮側變變側通 是的 他想變 但問題是 他的確在國家隊特別會 在故障難明之下 尤其是當他引求到對方的危險地帶 他特別是很蜜糖 是說真的圍著 而在隊友的走位配合 那個意圖 比較小 就是說不積極 跟西馬一樣 是的 在做不到配合之下 他就單打獨得越來越困難 我們的討論 不知不覺都是圍繞著美斯 相信阿根廷裡面的國民 所有的領隊都覺得 阿根廷是圍著美斯 就是圍織之 是一個重心 這次阿根廷十六強出局 都是很多人的 即是叫做 他沒有預期他那麼早出局 其實阿根廷這次那麼早出局 的罪人 謝賢一定是說美斯 我不是 還要加上森派奧利 這個一定 他當了 其實這個是 我首先說 可能在近這二十年裡面 如果計程度來講 可能森派奧利 以一個教練的資格來講 他可能已經叫做好一點那個 甚至可能是最好的那個 但問題是 他不能夠將 智利那套照版主會 丟到阿根廷那裡 你不可能逼阿根廷那些 這麼巨進攻天賦的球員 去跟你踢那種智利那種 真是很典型 我們說的三十年前那種 的南美球 那些硬朗 即以硬朗防守 逼搶了 然後拿球回來 再扔到前面 去給他盆扭 這些球 放在阿根廷那裡 我想比較難 我自己覺得 我會反而 不把站態 放於某一兩個人身上 因為坦白地說 如果你看回現在這套阿根廷的人員 就是說硬件的配套上面 其實有十六強 對著法國輸是合理的 只不過因為這隊叫做阿根廷 一支曾經兩奪世界盃球隊 曾經出過很多 有級數的球星 就是馬拉多拿奧迪加 比比街市 但是 去到這一刻 其實你論一個 質數來講 其實明顯你看到 是側重在前面 還要是那群球員之間 都是去到最巔峰 慢慢跌的階段 上屆世界盃能夠入到決賽 都只不過是 謹敗給德國 拿不到這個世界盃 可能會令到大家 對於今屆阿根廷 還有少許的希望 就是希望和稀奇 但是其實 從他們在南美洲外圍賽的成績來看 已經告訴大家 這支阿根廷 其實已經去到末路了 那麼 下一代阿根廷會怎樣呢 儘管再看 但是暫時 令人多擔心 可能阿根廷球迷都會想的就是 都真的沒有什麼 下一代特別有能力的球員 除了迪巴拿之外 但是 有沒有說一代這樣湧出來呢 沒有這件事 儘管要再看下去 或者看多一點法國那邊 因為我們都集中在 法國那邊 都可以 可以 我想講一講 補充一點點 就是你說阿根廷呢 其實我覺得反而整體 你之後有什麼球員出來呢 我覺得反而就是 你已經作用不大了 你是需要轉一轉變 踢法與時並進 你 我不知道大家不同意 就是我們之前 可能也有討論過 就是 自從馬達當拿出現之後 很多阿根廷很迷信的 就是 要有一個神一樣的球員在這裏 一個救世主去幫一隊幫 而其他球員是做一個配角去圍繞著他 這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 是的 如果你最後要補充的話 其實 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落河也挺慘的 還有澳大民族也挺慘 麥巴比一架電單車 這樣衝過來 他們兩個本身 你想想 雙萬炸彈 要想想 是否只是後防的問題 還是全隊防守網的問題 好吧 我們去下一場 接著就是烏拉圭 也是2比1 踢走了另一個球王 葡萄牙的 還有施朗 都出了局 卡雲尼終於打出他人生的 可能叫他一個代表作 肯定是 是的 人生的代表作 其實第一個入球真的 都真的要讚一下 兩個是有觸覺的人 射球出來當出球 另一個接應倒 沒有那一刻是標準的 他出球出到射球 沒有力量 即是你要有那種sense 就是你射出來 我要走還是飛還是過去 接著其他後衛 全部都穿了 馬上就穿了 因為射球出來急 沒得抹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讚的 Danny經常說他兩個不合 我看完這屆世界盃 都不是不合的 不特別合 以他拍了超過10年的拍檔來講 是 即是他兩個不是 眉眼去那種 偶爾有一下 我傳到你走的好位 Curney這件事比較特別 就是他的確 在他的職業生涯 有一個別的時間 他真的會看邊前鋒 而他作為一個中鋒 他真的慣常會走你兩邊 走得很絕 這次 這一場他的代表作 入過兩球都是走的 不是 其實他以前在拿波里 你不覺得他那麼粗糙 但不知為什麼 獨獨是去到PSG 可能在一眾技術型的球員 底下 以及有過量的供應底下 才顯得他把握不到的時候 特別外眼 他在前線 我從來都覺得 他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他助攻助手 不適氣力 他每一件事都和你做到盡 當然 你說他個別一兩下 把握力的問題 我覺得 你可以放到很大去看 但問題 我絕對不覺得 有了這個球員之後 令到你對波減分 一定是正數 是的 我也很認同謝賢講的 諾仔或者Patrick 可能會覺得 卡雲尼除了前面入球之外 他有另一件事很好的 就是 他那個迫搶 前場的失敗 很快的迫搶 還有卡雲尼 sorry 卡雲尼不是那種典型 很多人會說 救病 搞錯很多chance 又未必能入球 那些 但其實他 我不知道 就算以前的耳甲 或者去到PSG 過去兩屆的世界盃 即是有了科蘭在那裡 三叉擊那時候 他的作用 不是一個純射手的角色 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比較偏向防手型的前鋒 甚至是一個 腐風的形式 但是問題 今屆可能 不知道是否前面 三叉擊沒有了一邊 只剩下他們兩個的時候 4-4-2 是4-4-2 他可能需要再分擔多些入球的責任 而 最重要 我經常覺得 這個人 看他的信心 真是好看他的信心 你一開了第一球 他可能就 第二三球 其實這些非九號類 即純九號類的前鋒 有一派 我認為現在已經有一群人 可以界定了 例如 你在說 利物浦的費明盧 阿仙奴的韋碧克 這個弱化版 可能是前面那兩個 再加上卡雲尼這些 如果你純粹以那個入球 要數他的入球 究竟在射手榜上面 在射手榜上面 明列前鋒 你可以把他排成 最垃圾的前鋒 但是如果你以整體作用來說 我覺得很多教練 會很喜歡這一種球員 首先 我不會把卡雲尼 卡雲尼 我自己本身覺得 卡雲尼在我心目中 都是射手 當然 有些機會 大家可能會放到很大 但他射不入 但是 留意這麼多屆 由於他打頂級的球會 其實他也算是一個多產的射手 只不過 去到國家盾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的封頭 就會被 和他一樣 都是彈前鋒的蘇瓦雷斯 搶過了 但是這位前鋒球員 坦白說 真的是一位射手 就是說 賣門就是他最厲害的 正如第二球 其實應該是兩球球 第一球 他也有一點參與的拆影 他斬過去給蘇瓦雷斯 就是做一個 等一等的1-2 其實也是1-2 斬給他 兩個人就搞定 你整條的後防 由右邊線 打到左邊線 再去右邊線 他是有參與拆影的 但是其實卡倫尼最強的地方 固然不是他的拆影能力 反而就是他賣門那一腳 第二下入球 就看到他賣門那一刻 不是說射得很刁鑽 但是就是夠快 就是看到你龍門 趴至師傲二過來近處 那一刻射回你的遠處 這樣就搞定你了 所以我只覺得 卡倫尼是一個 把力其實真的 不算太差的前鋒 只不過大家很多時候 有看到歐聯的賽事 有一兩下miss 就放到很大很大 不停地笑他 他以品定性來說 也有幾高的前鋒 尤其是頭頂腳踢 範範都有 那麼說這麼多 烏拉哥我覺得 我們都是說出局那些 因為出局那些 真的不會再提到的 就是要撞回多一點的 那麼葡萄牙那邊 這場我自己覺得 其實斯朗的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雖然最後他拿不到入球 就是淘汰賽 還沒進球 但是 他這場表現 其實我真的100分 都給他90分 其實我覺得 有勤力 防守也有做到很多事情 之類等都是東西 但是回到最後 講完這麼多好事 也要講一些醜話 何惠醜話 之所以出局 其實也是因為他 為什麼他打得很出局 也是因為他 講的並不是他單場賽事的表現 而是有他在的時候 球隊的打法 自然 是會有所改變的 如果這隊球 跟你說 沒有斯朗拿道 變成另一個 都是不賽逆風球員 不是斯朗拿道 變成哥列斯馬 的話 我覺得葡萄牙打法 會完全不同 會不會這麼依賴他 一個人去進攻 甚至去到中場線 是完全沒有創造力 所有球 不會有直線 可以進去 由斯朗拿道 你拿著球 你沒有進去 斬也好 射也好 你決定 會不會去到這樣 我想未必會 所以真是神是他 鬼是他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葡萄牙的梯隊 其實質素真的不是很差 大家可以想起 他們青年軍的表現 無論是歐青或西青 其實他們不是很差 甚至有獎盃拿來 但為什麼偏偏獨獨 一搏上來 今年斯朗拿道 得到的配套 已經好了那麼多 但還未能再行前 正如駱仔所說 是依賴症的問題 而這個核心 就是關於 如果今時今日 如果十六強這場球 對著不是烏拉圭 我對著德國法國 我當他們在存在先說 其實可能那個優勢 反而去了葡萄牙那邊 因為他們的教練 就是善於帶一些 不是那麼名氣大 或者強的隊伍 你反而給了很多人腳 選擇他的時候 甚至給了球王級數 他反而是拿出來 打一些很下把的球 你對著一對 強弱其實很差不多的時候 反而看不出他的功力所在 但他和法國 是否同一類 就是拿著很厲害的人 但是打下把球 剛才發覺 都是有些放棄控球權 我想應該不是 但是因為你對他的對手不同 因為那個對著阿根廷 而你對著他是烏拉圭 你葡萄牙對著烏拉圭的時候 我又拿著司朗 你會將自己 界定為優勢那邊 還是弱勢那邊 我覺得他的心態上 會覺得自己 認為是自己比較優勢那邊 或者烏拉圭一定會 他要踢手勢的球 他的確是 塔巴里斯繼續是最優勢的 是的 他的確是分組賽沒有失球 甚至這一場 目標還是要零風淘汰 在這場 還標了一個新星 出來 拉蘇特 拉蘇特他在左閘 這個年輕人在小國 是技術型 逆風左右 是的 他在積結賽 他在熱甲那裡 都不是踢閘的 是的 他在熱冷 不是踢四人防線的閘 或者這麼說 是可以的 但這次說到 我讀在四人防線 決定出他踢左後衛 我是意外了的 而沒有導致有反效果 這樣更加激死我 說回葡萄牙那邊 其實剛才謝賢 和諾仔都說了 有斯朗爾賴症 其實大家覺得是米 還是貝拿到斯娃 和祖歐馬路 其實他們有沒有自己 在自己的球風上 是不太配合的 我覺得 你說斯朗爾賴症 我覺得 其實從第一場球開始 看到 不多不少已經是有的 但是 比起以前 可能已經減少了一點 已經好了一點 只不過 不知道是否 雖然剛才謝賢 也說有一堆很好的 在第二個梯隊上來的那堆 你說前鋒 譬如瓜迪斯 後面就算有些 卡華路 卡華路 阿祖安斯 借發神馬田絲 那些 但是 你看到 第一場對著西班牙的時候 那個前方 就是拍攝他的股 浪費了多少機會 甚至乎有很多機會 他可以自己去的時候 他好像 不知道是因為大哥在旁邊 沒有信心 害怕 真的 斯朗 但其實斯朗已經好 他很無私 其實我覺得斯朗 他的整體性 金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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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像一個大哥 就是這個 真的 看到通常以前不進去 他就已經在怨 攤大雙手 那個 估計是敵斯 不進去 他就直接 拍掌拍下他的肩膀 鼓勵他 這個是從未見過斯朗 以前是屌蘭 當然 當然 郭麗司馬都被他 借不少了 喂 但我自己覺得就是 的確 今屆 斯朗是打得整體了很久 你看到就是很願意交球 給那些年輕人去 但是只有你肯整體 那些年輕人的心裡 那個心魔是移不走的 就是都是怕被大哥罵的 所以都是會被你 所以 你說依賴那裡 不是說斯朗要人們依賴他 以往就是斯朗 會出聲 為什麼不讓我 他會主動罵人 就是打會見到 但是這次他不出聲 他反而是我想讓大家去 但是那些年輕人說 糟了 大哥這樣說 都是有些 有些少少忍悔的 大哥 猜度一些思想 我不給你 你肯定我沒有正選 喂 爆炸了 其實這個猜想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但是其實在 我也會覺得 山道士這個教練 我又不可以說他抄 畢竟他幫葡萄馬 已經拿了一個歐國輩 我真的扶服可求 但是 可以在整個整體 陣容配套上面 逼人 是比較能夠 分散一點 那個責任 例如 哥里斯馬這位球員 我覺得他無論體能 技術 或者經驗上面 可能今年都已經是 他發揮得最好的一年 在國家隊來說 我覺得如果 可能現在馬後炮一點 但問題是 你看到基亞迪斯 他真的不太適宜 去做一個 前鋒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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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可能會大膽一點 就是不如 斯朗和哥里斯馬 一左一右 把他們兩個上去 反正他們的確是自由遊走 他又不是真的打一個正宗的九號 然後在左右兩邊的翼 東向上面 一個貝拿道斯華 以謝法神馬田斯 取代了這個 隆隆無遺的祖奧馬利奧 但其實中路 其實葡萄牙肌不是特別強 但也不是特別差 其實他已經有足夠的人腳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配套 可能反而會釋放到 那個信工能力出來 我只有覺得 跟阿根廷不同 這對葡萄牙我還有衝勁 意思是 馬來套很深信 美斯和斯朗都會退後 都會離開 但是 剩下的這群人來說 我覺得我對於葡萄牙這群年輕人 剩下的那群 不如沒有那麼好的基治斯也好 祖馬利也好 潘拿道斯華 甚至說另外的謝神馬田斯 全班我覺得都是有憧憬的 有未來的安達斯華這些 所以 反而 我OK這個 所以我自己覺得葡萄牙 還有未來的 但是 其實我也覺得 可以延伸來講 八強的對碰 因為為什麼想這麼說 其實有一點點契機 或者有個位置 大家試試插進去講一下 就是什麼呢 就是想想想對法國 葡萄牙 喂 大家也記得法國對葡萄牙 上屆歐國杯的賽事 法國就是因為他不攻 只顧著縮 最後就被葡萄牙搞定了 是不是 好了這次了 法國用同一手法 對著阿根廷 謝賢就稱讚他好 我心裡面 我就 我不敢恭維 到這一刻都 為什麼這麼說呢 迪金斯之所以會縮口 我不認為他 因為他覺得 你阿根廷也不會組織的 所以我縮後 我任你組織 我知道你不能進來的 不是 但是他負責他一直以來保守的打法 他不肯迫 他不肯上去壓前 他覺得我縮著 不輸 就要先走線 只不過我剛好用這套戰術的時候 對正一對 沒有進攻 組織能力的阿根廷 導致我給你了 你都做不到進來的 但是其實 雖然好像結局上 他都能夠贏到4比3 但是其實都曾經試過輸回頭 所以你說 他這套戰術是不是成功 我不敢恭維 但是想回頭 八強將會對著烏拉圭的時候 烏拉圭這場 就是證明說給你看 我真是我的叔叔 我給葡萄牙 你猜 我打反擊而已 他對著法國 我很深誇 他都一定會採取這種踢法 在這種情況下 由法國你去主動組織進攻 今屆在小小賽 我自己看過 尤其是對澳洲那場 其實有點漏漏無遺 在一些撕破對手的密集裡面 其實你見到 剛剛那場阿根廷那場球 麥巴比 其實對澳洲那場球 他依然都是漏漏無遺 為什麼呢 他只適合打反擊 這刻仍然是 今屆賽事 我不會覺得麥巴比表現特別搶眼 是剛剛那場球好 其實過往三場表現也不算特別好 單對單個人 做不出 在PSG那種 變怒爆破 我是王者 做不到的 其實單對單 他是不行 都是要回的 所以我會擔心 他會對著 拿索特的位置 即是快鬥快 如果你單憑速度 而顯示不到你的技術 的確是會有個隱憂 拿索特我覺得 如果法國要對著烏拉龜 要拿到甜頭 有一個隱憂 剛剛正想說 但可能要搬到這個時間 才說到普巴這個問題 普巴我不覺得 所有中場的責任 都要放在他身上 但問題是 以一個這麼高身價 以及以一個這麼高水準 或者天賦的球員來說 打出這樣的表現 我是覺得不能接受的 既然你太沉到這樣的時間 你也不打算去肩負這麼多責任 不如可不可以給一些機會 托利素 甚至安喪斯去試一下 現在他好像很到後不對位 因為其實他應該是連接了 簡迪和前線的位置 但問題是 你看到普巴和左手邊的馬道迪 甚至前面的基努特 其實都完全給不到 他整場球 我都覺得他有兩腳長傳 勉強到位 或者轉邊 但問題是其餘時間 沒有見到你那些硬性的爆破 托過球上去 手我看不到你 好像以前的韋拉 或者馬基列尼 那些一跌撞過去 究竟你在做什麼呢 如果是一個這麼溶碌的 box to box球員 我放你在那裡 我不如給其他人一些機會 試一下 對 接下來這一場 普巴在對上一場 其實還有很多斷籃 接下來法國 其實中場都會想一個問題 更糟糕 因為馬道迪停賽 其實我覺得不是一件差的事 逼他用林馬 或者其他的球員 迪金斯又不用死 我告訴你 迪金斯一定不會用林馬 這個位置 我覺得會用尼桑斯 其實我有一點想幫普巴平反 我今天不是故意唱反調 我真的覺得普巴 其實你說他第一場球 或是頭三場分組賽 主要頭兩場正選 你看到就是很特別 普巴大家對他的印象是嗎 他中場加完球 他不會不放上去 他絕對不是一個懶 不衝上去的球員 絕對不會是 他有現位的 但是呢 你看到對澳洲那場球 他很刻意地 全球是留在中場 那我會覺得 那你覺得誰下單給他呢 是他自己懶不上去 還是迪金斯會這樣做呢 那我很相信顯然地 就是後者 其實剛剛我謝田說到 他一個box to box的中場 我覺得他必然是一個 非常好的box to box的中場 但是這一刻 在迪金斯的手下 完全沒有把他定位 做box to box 我很肯定地告訴你 他只是一個鬥後 負責放長傳的中場 他搶完球 不會給他空間 上前前插 也不會給他這個機會 由你去做 但是你說 馬道迪雙出 我覺得有一個契機 就是由普巴頂 馬道迪這個box to box的位置 因為本身box to box的 正正就是馬道迪 他會壓得比較前 你看到他推上去的時間 其實還多於普巴 但是由於馬道迪雙出了 我唯有出普巴頂 去打box to box 可能我換道理數 頂你鬥後的位置 或者換安喪斯 頂你鬥後的位置 我覺得這樣可能 其實這個 不是雙出車的停賽 其實可能是一個好一點的結局 其實迪金斯的戰術很有趣 他擺出來的433 馬道迪就壓左 如果你看過防守區域 他應該是算左邊 但是你看過他進攻的時候 其實打左邊 抬上去 其實是中間的基沙文 跟馬道迪調的位置 這樣去打433 我覺得他脫衣 然後打防反 大戰略足夠了 但是細節的執行上 就好像諾仔所說 是有很多 有些奇怪的地方 拿著這樣的人腳 用不需要弄得這麼複雜呢 是啊 講到這麼戰術性 烏拉圭也有戰術性 擊敗葡萄牙 我們不如 快速預測一下 給球打 好嗎 我自己仍然是看好法國的 但是我想對著 暫時來說 只不過是失了一球 烏拉圭 我想都是小勝2比1 或者1比0 好啊 Patrick呢 我一定烏拉圭 我也是那句 大家眾所周知 我最討厭的敵金斯 如果做領隊 我覺得如果被敵金斯 這樣的領隊贏得世界 真的沒有天理 烏拉圭啊 Danny呢 一樣很重要的一點 是 首先烏拉圭後防不難 還有正路 他真的塞塞了 麥巴比是 應該沒有快打空間的 那就已經 打了折扣 他見到 如果要找個個案子來 他沒有快打空間 會造成什麼效果 就是對澳洲 我會談到 見到烏拉圭淘汰發光 OK 好啊 我自己就會覺得 在90分鐘他們分不到勝負 首先會2比2 這個比數是在120分鐘裡面出現 然後就射12碼 但是我覺得 如果算過籠子來說 我覺得法國是有勝 先些的 OK 我也說了一點 我覺得法國 因為隊長9次對著南美球隊 5勝4和 還沒輸過 所以我就看法國一點的 贏了比1比0 賽取底 第一節先說這樣 好嗎 好 我們第二節回來繼續聊